第395集 眼前的羊开始还挣扎一下 可慢慢的就不挣扎了 身子一点点的变软 整个的就摊在了地上 和我的样子差不多 僵尸狗咬死了羊 喝完了血 慢慢的朝我走了过来 我知道这时轮到我了 身子连反抗也不能反抗一下 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僵尸狗走得很慢 好像是故意让恐惧折磨我 我真希望自己能被吓死 再也不用眼睁睁的看着 自己被僵尸狗咬断脖子喝血 僵尸狗走到了我的跟前 用一只眼睛死死的盯着我 然后睁着大嘴 犬牙在黑夜里闪着寒光 预示着死亡即将来临 从狗嘴里滴下粘稠的液体 滴在脸上慢慢的往下滑动 那气味腥臭无比 我胃里开始翻江倒海 即使在死亡的面前 也吓不住自己的身体本能反应 这是僵尸狗忽然张大了大嘴 那张嘴从下往上看 无比的猙獰 看大嘴的样子 足以一下子把我的脖子咬断了 我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 真的绝望了 不知道是应该睁着眼睛被咬死 还是闭着眼睛被咬死 僵尸狗看了我几眼 直接朝着我的脖子咬了过来 一股剧痛弥漫开来 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僵尸狗的牙齿刺穿了我的脖子 然后把我的气管咬断 就在这时 我的胳膊忽然有了本能的反应 我要跟僵尸狗拼命 于是伸出手去死死地 掐住了僵尸狗的脖子 用尽全身的力气掐住 忽然有个急促的声音喊道 小冬 快松手掐死你 那个声音 好像被掐得说不出来话了 我心里一动 事情不对劲 我掐得不是僵尸狗 我想看看到底是谁 这才发现自己是闭着眼睛的 赶紧地睁开眼睛 一看只见我还在屋里 睡在我的床上 用双手死死地掐着我娘的脖子 那个僵尸狗 原来是一场梦 我赶紧松开手 我娘在那里捂着脖子咳嗽了起来 咳嗽了老半天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小冬 小冬 小冬你这孩子怎么了 娘 我 我刚才做噩梦了 梦见僵尸狗又咬死我 我才奋力地反击 没想到是你啊 原来是这样啊 刚才我看见你 又是登床 又是喊叫的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你没事就好 我本以为会被僵尸狗咬死的 却没想到是一场可怕的梦 这时再看看自己的衣服啊 都被汗水湿透 我娘看我没有事就对我说 小冬 没有什么事 你快点换上衣服睡觉 别惊想着那些事了 那样的话 容易梦演 我赶紧答应 让我娘去休息 把湿衣服脱下来擦了把脸 然后换上干衣服 坐在床上 我摸着隐隐作痛的脖子 感觉那个梦无比的真实 我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梦 我这时想起了我爹的死之羊 就想出去看看 于是下床出去准备了 开门的时候 我娘问我开门出去干什么 我说 你啊 我得出去看看羊去 我担心我爹的羊 在床上睡不着觉 你这个孩子 羊没什么事 赶紧的睡觉 你啊 我去看看就回来 我说完就跑出去了 到了羊棚 刚才一幕 又涌上了心头 我的心里不由的意见 使劲地平复了一下心情 然后打开了羊棚的门 然后端着猎叉 警惕地望着里边 这次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先看了看里面的情况 除了羊之外 什么都没有 那些羊我老远地数了数 四只羊都在那里 看来羊没有事 羊没有事就好 站在羊棚前我都感觉肾得慌 就赶紧地离开了羊棚 就在我往回走的时候 忽然在门外又传来了低沉的吼声 当时我就感觉一股子凉气 从后脑勺一直凉到了脚后根 那可怕的僵尸狗 原来一直在我家门口徘徊呢 怪不得我会梦魇 经过一须一时的两场战斗 我发现自己不是僵尸狗的对手 于是就打算回去 不再惹那僵尸狗了 反正现实中的僵尸狗 是不会飞檐走壁的 有大门拦着是安全的 想到这里 我就往屋里走 这时门外的呜呜声好像更急了 我听着声音有点不对劲 这个声音虽然是低吼声 可是和僵尸狗的低吼声不一样 那僵尸狗的低吼声 好像是拉动的破风箱一样 让人听了非常的难受 而这个低吼声 和平常的狗差不多 有一种着急的感觉 我听到这里 赶紧地竖起耳朵 仔细地听起来了 这时忽然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 像是 像是大黑的声音 我越听越像 可能真是大黑回来了 我想到这里 心里顿时沸腾了起来 当时的惊吓一下子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我想大黑 担心大黑 如果不是担心僵尸狗的事啊 我都会想大黑想疯了的 心里莫名其妙的兴奋 让我手脚开始不听使唤 特别是双脚 不由自主地朝着门外移动了 门外的低吼声还在继续呢 我想马上就打开门 看看是不是大黑回来了 走到了门口啊 我准备把门栓拨开 当手拨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多了一个心眼 那个僵尸狗太厉害了 不会是僵尸狗故意骗我的吧 想到这里我就赶紧住手了 朝着门外说 大黑 是不是你回来了 这时门外传来了几声嘀嘀的回应 是大黑的声音 大黑的声音那么小 也许是害怕熊瞎子知道 毕竟大黑咬死了人家的大狼狗 算是逃犯了 确定是大黑之后 我就不害怕了 用最短的时间 打开了我家的大门 刚打开大门 大黑一下子从门外扑进来了 然后两条腿搭在我的身上 直接站了起来 把狗头往我脸上亲热 我一下子把大黑抱住了 紧紧地抱住 一边摸着狗头 一边对大黑说 大黑 你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我都担心死你了 大黑在我耳朵边 还是低声地吼着 我一把抓住 大黑的两条前腿 看着大黑说 大黑 你怎么了 怎么叫不出声来 是不是吃了什么 有毒的东西了 没想到大黑摇摇头 继续鼓着嘴部 发出大的声音 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和大黑相处了这么多年了 对于他的哑语 我还是能猜得差不多 我对大黑说 大黑 你是不是怕弄出大的动静 惊动了什么东西 大黑赶紧地点点头 然后挣脱开我的手 拉着我 往屋里走 到了门口 又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我看着大黑说 大黑 你是让我到屋里躲着 然后锁上门吗 大黑赶紧地摇摇头 然后在那里做了一个扭头走的动作 我看着大黑说 大黑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让我锁上门 然后跟你出去对不对 大黑赶紧点点头 我说 那你一定知道僵尸狗的事情了 大黑又是点了点头 然后再次示意我锁上门 我赶紧进屋 跟我娘说了声 要是放在桌子上了 就准备出去 我娘问我去哪儿了 我就说 娘 大黑回来了 它有僵尸狗的线索 我娘一听大黑 也就放心下来了 吩咐我要小心 我答应了一声 把屋门锁上 然后拿着裂叉走到了大门外 把大门也锁上了 锁好了门之后 大黑就把我往胡同西边拉 我心里正疑惑呢 我家的胡同是一个死胡同啊 西边根本就没有人住啊 是一个荒院子 有堵墙拦着 难道 僵尸狗就躲在院子里 我对大黑是绝对的信任 大黑拉着我到西边 一定有他的道理 到了西边的墙院那儿 大黑的身子轻轻的移动 灵活的跳到了墙头上 我看大黑跳上去了 也就跟着爬了上去 别看大黑上去很轻松啊 我爬上去可是有点慢 不过这对于从小就爱爬墙上房的我来说 那个矮墙头不算是个事儿 用脚踩着凸出来的石头或者是脚窝 手扶着墙一使劲就爬上去了 当时这个也需要一些技巧的 不然就把人家的墙给弄塌了 回了家得挨揍 我们上去之后 大黑就直接跳进了荒院子里 我看着大黑跳了下去 我有些犹豫了 这是个荒院子 里面长满了许多高大的荷欢树和梧桐树 树下是一些低矮的野葡萄树和一些灌木 里面终年不见太阳 阴暗潮湿 经常有蛇虫出没 一般夏天的时候 我是绝对不会去玩的 这种美丽的野葡萄树 果像树梓